我剛剛都快睡著了 講得美白 你好 我請大家都吃 我買些他有 Happy birthday Frocky ending 我眼睛 他沒有保佑 手不開 我眼睛 我眼睛 靠我很古老 我眼睛 佑巳 毛眼睛 身歸 到暗地 今天是我在新家做的第一顿早餐 所以这也是我在新家做的第一杯咖啡 那今天的拉花呢 看起来非常的有福气 果然Blue Bottle的咖啡都不会令人失望 今天是11月24号也就是我的生日 所以虽然今天是一个星期二 但是我已经请了假 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新家的进度 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搬进来了 但是还有一些家具还没有来 所以还剩下一点杂物要收纳归类这样子 但真的蛮期待到时候东西都setup之后 我家会长怎么样 so far我在这边住了 其实没有很久 好像是不到一个礼拜吧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我的新家 然后这有点tmi 就我昨天去一个露营的营地拍片 我被盯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 导致它现在超痒 而且它有准备要起水泡的趋势 好的各位我现在准备要出门了 那今天呢有什么 哎呦这个线突出来了 首先我今天约了要做facial 因为我的镜脸非常的干 然后另外还要再去做那个角的美白在这边 因为大家知道我上次那个去kayakin晒的那个晒痕到现在都还没有好 所以我已经去做了大概今天是第三次 因为我之前做了两次之后我觉得那个色差真的有变淡 所以就持续的去做角的美白这样 听起来真的觉得有点丢脸 但是对 然后呢再来下午其实我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 晚餐我可能会想去吃一家朋友很推荐的牛排 但是因为它没办法定位 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够吃到 所以就随缘好不好随缘 后面那些箱子呢是我今天非常期待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开箱的 因为也包含了一个神秘的包裹 还有几个是一眼寄过来的东西 所以对非常的期待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开箱 很快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OOTD 虽然说今天穿的你们之前都已经看过了 首先我的上衣是My Airy 然后裤子是Uniculo 还有这个Chloe的包包 你知道我今天真的是把这个包包挤到最极限 因为我今天去做facial嘛 做完之后还是会花一点妆 所以我也就是带了一些化妆品 整个被我塞到一个满满满 今天是放风日 我现在刚刚做完身手然后整个人我刚刚都快睡着了 我今天做的是清洁跟保湿就是那种比较基本的疗程 那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脚 觉得这个色差已经有好非常非常的多 虽然还是蛮明显的 然后这个是我昨天被蚊子叮到所以肿了一块 anyway希望在做几次之后 它的那个色差可以越来越不明显 其实这边对我已经削蛮多的了 我现在呢要去Agnes他推荐我的一家在K11 Mall的卖茶的叫做Forton & Mason是这样念吗 但是我又再次的迷路了 毕竟我是一个超级大陆池 好的善变的我呢决定要转去喝在这边发现的一间咖啡 然后因为我看到这个海的旁边有很多的座位 我可以坐在那边看一下风景 所以呃呃 我今天非常的幸运的抢到了一个在海边的座位 然后还有我的咖啡 哇这个拉花我何年何月才可以拉到这样子的 这个是我今年吃的第一个蛋糕 我应该要帮自己唱一下生日快乐歌 这样才应景嘛对不对 ok一二三 祝我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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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耶 好我们接下来可以吃蛋糕了 然后我今天走来这里的路上啊 那个某里面开始不断的在放圣诞歌 我以前其实不是这么喜欢Holiday season的 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圣诞歌我就很兴奋 然后我不知道也就觉得 哦就是要过节了这样子 我一直都是非常喜欢冬天的人跟年末 一个人吃掉一个蛋糕真的好爽哦 一个人吃掉一个蛋糕真的好爽哦 现在这个气氛实在是太好了大家看一下 这个景 好我现在是不是长得非常的狼狈 你们有听到旁边放的都是圣诞歌吗 哇真的是让我从刚刚心情就一直很好 我刚喝完咖啡吃完蛋糕之后 我现在为什么要一直看我之后 我就是沿着这个海滨 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去成品 因为我想要去找一本关于咖啡的书 我之前都不知道尖沙嘴这个海滨这么漂亮 而且可能秋天啊春天的时候气候好一点的时候这么舒服 如果天气没有那么热的话以后感觉可以都来这边走一走 哦哈啰 还好吗你在哪里 我现在人在外面啊 我人在里面 什么 你有什么想要说吗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想要你唱歌给我听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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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 你会遇到我吗 当然了 我跟你说他今天在Instagram上面po了一张照片 然后那个Caption我超级感动的 哦真的哦 对啊 你怎么这么cheesy啊 你先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来合照一张 来合照一张 合照一张 我可以感受到我的手指 我的手指很像 我可以感受到我的手指 可以吃嗎 我可以吃這個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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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害羞 你在哪邊 我要把V放到最大 我刚刚逛了一下之后 现在要准备去吃晚餐 然后我刚刚打了电话 他说如果我今天是一 他说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 就只能walk in 所以我要在他晚餐时间 一开始的时候就过去了 然后 again 我觉得我好迷路了 吃的这一间是我有几个朋友都说 是香港很好吃的一间牛排 那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不吃海鲜嘛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Etnes说他们家的薯条很好吃 所以身为一个爱薯条的人 我在讲什么 一听到是牛排跟薯条 就觉得就是你了 我顺利的进入了餐厅 然后这家餐厅呢蛮特别的 我会把餐厅名字放在这边 它里面 喔 口罩套 这家牛排馆它总共只有一个套餐 就是牛排跟薯条 然后你就是其他如果想要喝东西啊 就是wine啊什么的 它就是另外可以再点 I'm so ready 所以我今天叫了一份牛排 然后点了一杯红酒来搭配我的牛排 如果有香港的朋友 你们也吃过这家餐厅的话 可以留言在下面分享一下 你们觉得好不好吃 我还没有吃啦 但看这么多人推荐应该是好吃的 我会把餐厅里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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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head feels weird, I'm feeling numb I should stop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But I'm scared when you're not around Cause we have a special bond And I know how it is like to be alone 跟大家介紹這個是Bill 他是我現在的算是鄰居吧 今天為什麼我會出現在這裡呢 就是因為其實前你生日幾號啊 這一次11月16號 他生日是16號 然後我們前幾天本來就是要一起慶祝一下 結果呢 寇法 然後這個人很辛苦喔 他什麼都安排好了之後 因為COVID的關係 然後限聚令就又縮減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我們就拒不了了 就都關掉了 但是他已經買好蛋糕了 所以我今天是來吃蛋糕的 吃半個 半個 因為你試掉半個 你好尷尬 我知道耶 來到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我要來幫他吃一點這個蛋糕 來我先幫你唱個生日快樂歌 之前還沒有唱過 1 2 3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耶 不要生日快樂 謝謝 晚了 大概 然後逼她跟我一起上生日快樂歌 打給我姐 喂 欸我快點我現在弄那個蛋糕 然後我要你們全部跟我一起上生日快樂歌 好不好 他們全部都在睡覺咧 把他們叫起來 好啦那 媽咪 真的都在睡覺 媽咪現在緊張了幹嘛 可樂的生日要你們一起唱生日快樂歌 快點我的蠟燭快燒完了 這邊是我姐跟我媽 嗨 生日快樂 嗨 嗨 好可樂 我要睡覺咧 好爸爸 要把他叫起來嗎 不不不不他睡覺就睡覺了不要你 等一下喔 不要 欸你頭髮小心啊 OK 好 1 2 3 主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傻眼 欸 不行 是不是真的要許願才會成真啊 當然啊 然後講第一個第二個 然後不能講世界和平不能講那個 你的規則很多欸 哇這蛋糕看起來還挺不錯的啦 你怎麼這麼有戲啊 這是射手座的欸 好 好 謝謝大家 嗚呼 姐姐剛剛叫我把我嚇死了 我想說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已經在睡覺了 好啦 掰掰 晚安 欸 他們掛我電話呢 那我剛剛取的第一個願望呢 是希望下一年 不管我做什麼 身體都可以健康 第二個是希望最近在做的一些新的Project 都可以順順利利 然後 嗯 對 然後第三個 我就存在心裡 那這個蛋糕呢 先到旁邊 因為今天呢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 就是我要來 拆禮物了 首先呢 我要先倒一點酒 這個 by the way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一款甜白酒 是Moscato 那Moscato的話現在香港超市 我看到的大概只有兩三款 然後這個是我覺得 比較好喝的 但他真的是因為很甜 所以很容易就是喝太多 然後隔天起來 額 頭就很痛 anyway 首先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年買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其實也不是說買給自己的生日禮物啦 是因為剛好最近看到 然後很喜歡就買了 就以生日當作藉口 買給自己這樣子 首先第一個是我今天戴的這個耳花 耳環 這個耳環是Dior的 然後它是很經典的CD logo 然後這有一點小小金屬鏈的垂吊耳環 其實我也是過去這一年才開始 對於精品有一點點概念 就至少可以分得出來哪一個logo 是哪一個品牌的這樣子 那Dior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的一個品牌 但是因為它的東西其實真的都不便宜嘛 大家都知道 那我當時看到這個耳環 就真的非常的喜歡 然後就是有一見鍾情的感覺 買回來之後 我自己戴了幾次都還是非常的喜歡 所以這個是今年給自己的一個禮物之一 希望下一年繼續加油 然後下一個不是我的生日禮物 但純粹是想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這個 Dictique的蠟燭 那大家知道因為我最近不是搬新家嗎 因為我現在有一個小客廳 所以就想說可以買個蠟燭擺在客廳 那這一個是它的名字叫什麼 其實我不會唸欸 但是我在那邊聞了很久之後 那個店員說 這是它在Dictique最喜歡的味道 它的名字是這個 大家有看到嗎 它的名字是這個 其實我本來在找比較花香跟清新 就是fresh一點的味道 但後來想想 因為現在是秋冬嘛 我就想要一個比較溫暖 然後比較平穩的味道 所以就選了這個 那這個的味道 我想一下我可不可以很好的形容它 它是一種 有一點甜甜 但是是木頭味的甜的味道 那我自己是覺得它 越聞越耐聞 所以很期待 就是我現在就來burn它好了 這個是我第一次買他們家的東西 所以來試試看 好香喔 好 把它擺在旁邊 然後這個呢 這個呢 真的是非常的感謝 就是我今天去做facial的時候 那個lady concept的staff 不知道為什麼會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然後就準備了一束花給我 我出來的時候真的是感動到要哭出來 他們人真的超級無敵好的 你知道嗎 依然好像都還沒有送過花給我 這好像是我收過的第一束花 是嗎 謝謝lady concept 下一個我來拆 依然給我的禮物好了 我前幾天啊 在看我的順風app 然後就想說 怎麼會有兩個從amazon寄過來的包裹 然後我就去想說 不對啊 我很久沒有在amazon上面買東西了 怎麼會有包裹 然後我就打電話問我姐說 姐妳有沒有寄東西給我 她就說沒有啊 結果後來想一想說 啊應該是EM吧 因為我很常有失眠的問題 所以EAN說這個可能可以幫助我睡眠的部分 對 喔 蛤 蛤 這是什麼 What 等等 What Is This 這邊有一個note HAPPY BIRTHDAY CYNTHIA PLEASE DON'T DRINK TOO MUCH WITHOUT ME from EAN LIN 啊 WINE DECANTER WITH STAND OK 我要來研究一下這個要怎麼用 應該是 是不是 有SENSE 有SENSE 另外她還寄了一個這個給我 還魅了一個 她送了我好多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喔 這個是一個真空酒塞 EAN說她是看我的影片發現 就是我很常喝酒 所以就買了這個禮物 CUTE 下一個呢是我想要來開箱 這個是我姐送我的禮物 其實也不是送我啦 這個應該是我第一次在影片裡面跟大家分享吧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名字 這個鈦之美呢是我姐姐創立的品牌 那他們是專門在做鈦印章 印章的話大家可能比較常見的是那種塑膠的 或是石頭的 那他們這個印章的用料就是鈦金屬 那鈦是一個很堅固的一個金屬材質 然後加上它製作出來的樣子非常的漂亮很有質感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一鍋 超美的 有沒有看到 哇哦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然後你可以自己選擇上面要刻什麼字 你的字型要什麼 然後你旁邊也可以再加一些不同的邊刻這樣子 大家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一個印章不買塑膠就好 要買到像鈦這樣子的東西 那因為它打拋完之後顏色很漂亮 然後看起來很有質感 所以它很適合做客製化的送你 之前在研發階段的時候 我姐刻了一個給我跟伊妍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伊妍她很興奮 因為她從小在國外長大嘛 所以她就是拿到一個 哇上面刻了自己中文名字的印章 她就超級興奮 那因為我這是我姐姐的品牌嘛 所以之後如果有什麼特別優惠的活動 也都會在IG上面公布 或是我可能會分享在我的IG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追蹤一下 身為一個好貝美 就是要義無反顧的幫姐姐宣傳 好不好 最後一個要來開箱的 是嗎 是最後一個嗎 最後一個要開箱的是什麼呢 1 2 3 登登 沒錯 就是我的10萬獎牌 喔 good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鏡子 嗨 再次在這邊感謝大家 這個獎牌是昨天送到的 然後我真的忍了很久 想說要連今天的東西一起開箱給大家 沒有你們看我的影片就不會有它 所以真的是非常謝謝各位 再次的感謝各位 雖然我現在非常非常的飽 要看嗎 現在是晚上的11點54分 所以不免塑料 我要在今天過完之前吃一下蛋糕 有那個真的過生日的氛圍 欸不要想到這好吃耶 因為我真的是路過的時候亂買的 嗯 27歲聽起來其實也不是很年輕了啦 那我覺得既然他來了 我就是張開雙手 擁抱他 可能因為我平常工作的環境 很常會遇到年紀很小的人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自己很老 但其實說真的27歲 也沒有到真的非常非常老啦 就還算是 怎麼講就是20多歲的階段 好我在 好我在找藉口 我自己是覺得我的26歲過得非常的充實 然後其實也達到很多我沒有 預想會達到的事情 可能鋪了10萬訂閱或者是 嘗試了一些新的東西 像是Podcast 我是活得蠻充實的 我覺得光是這一點 我就很值得給自己拍拍肩膀了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 很不喜歡過生日 或是至少我不喜歡 變成大家 就是目光的焦點 就是所有人在餐廳 可能店員都過來幫你唱生日快樂歌這種 我之前就一直跟Witty跟Crystal說 拜託 就是請千萬不要準備驚喜給我 因為我就是打從心底的很害怕 然後今天我就請了假 就想說要給自己放風一下 然後我就自己在外面吹吹風 然後去吃了晚餐什麼的 很有趣的是 我今天去的那家餐廳是法國餐廳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可能 兩到三個人一起去吃飯 然後就是整家餐廳只有我一個人 是一個人去這樣 其實我自己本身 不會覺得一個人吃飯很孤單或怎麼樣 就我覺得有誰規定不能一個人吃牛排嗎 是吧 我有一個朋友就開玩笑跟我講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可憐 都一個人去幹嘛幹嘛幹嘛 我也不是不願意跟朋友一起去吃飯 而是純粹我覺得一個人吃飯也蠻好的 我接下來幾天也有安排跟不同的朋友吃飯 所以好像也沒有非要 就是一定要在生日這一天一起吃的理由 現在想一想可能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今年Ian跟我家人都不在身邊嘛 但今年沒有的話我就覺得好像 就自己一個人輕輕鬆鬆的過 我的生日過了太好了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在接下來這一年也可以跟我一起認真的生活 努力的生活 對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HAPPY BIRTHDAY TO MYSELF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Sanna I've been good this year Make your list and check it twice I'll leave you a note right here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lights Carols and bells None of them held